1949年6月12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维的来信 信中说欢迎司徒雷登 以个人身份到北平 参加燕大30周年校庆 陆志维校长是受毛泽东委托 写这封信的 对于曾担任过燕大校长的司徒雷登来说 能够借此机会 实现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的接触 才是他最为期待的 随后司徒雷登 给美国国务卿爱奇逊写信 说此行定能推进 美国与新政权之间的相互了解 并增强共产党内部自由派 反苏分子的力量 司徒雷登特别说明 目前这是美国官员 与共产党领导人 进行非正式会谈的唯一机会 在随后的日子里 司徒雷登开始了等待 等待美国政府 对他北上请求的批准 1949年1月21日 蒋介石宣布下业 有副总统李宗仁 代行总统执权 消息传出 阴冷的南京城 一片惊恐不安 蒋介石宣布下业时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正在上海治衙 当天下午 蒋介石乘坐 美灵号专机 从南京起飞 回到浙江凤化岛家西口 而司徒雷登 则从上海返回南京的驻华使馆 位于南京西康路的西康宾馆 是当年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 对蒋介石的离去 司徒雷登早已知晓 几天前 蒋介石的几个亲信 试图说服司徒 去劝说蒋介石放弃下业 当时曾经有国民党的高官 跟司徒雷登讲 说能不能出面 去说服蒋介石 不要下业 就不要离开南京 但是司徒雷登 完全没有任何表示 司徒雷登回到南京的当晚 出席了大使馆举行的音乐晚餐会 司徒大使坐在主人位置上 听着音乐 悠扬的音乐 不能平复蒋介石下业 给他带来的心理冲击 司徒雷登 以876年6月24日 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 1919年 司徒雷登一手创办了 于北大清华齐宁的燕京大学 并担任校长达28年之久 1928年 司徒雷登校长通过孔祥西 结识了蒋介石 此后与蒋介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他在《蒋介石之评价》中写道 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 有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 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 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 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 永不疲倦的精神 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 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 这里是司徒雷登故居 位于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耶稣唐龙 如今故居二楼展厅里 还陈列着司徒雷登及其他美国人 与蒋介石夫妇的合影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6年 那是司徒雷登刚刚辞去 燕大校长的职务 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照片上的蒋介石夫妇看上去 神情亲切而自信 1946年 蒋介石宣布实施宪政 司徒雷登最初颇为热心 然而到了1948年4月 总统选举期间 国民党制定的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获得国民大会通过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大失所望 司徒雷登看出来 这个动员勘乱时期补充条例 一加宪法变了 从原来的控制总统权力 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 变成一个扩大总统权力的宪法 所以 司徒雷登写了一段话 说蒋介石这么做 不仅害了国家 害了他的党 而且也害了他的自己 进入1948年秋 蒋介石被辽审战役 每况愈下的刑事 搞得心情恶劣 脾气暴躁 司徒雷登觉得此时 也许只有自己才能跟他进言 他登门劝谏蒋介石 据我所得到的情报 共产党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会议日程中 有组织联合政府的意图 为此我建议由蒋介石出院 召集副作义 李宗仁 白崇喜 李吉申等 国民党各派领袖 搞一个联合宣言 联手对付共产党 我希望蒋介石行动要快 而蒋只是敷衍我说 仔细考虑一下 再做打算 司徒雷登写信 给美国国务卿 我对努力影响总统的想法 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灰心 蒋政权如果再继续下去 将使整个国家 陷入混乱的深渊 1948年末 蒋介石指挥的国军 又在平津和淮海战役中溃败 司徒雷登以个人名义 致电美国国务院 敦促美国政府 要求蒋介石下台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美国人决心要换人 那么换谁 当时美国人看重的是李宗仁 司徒雷登大使的态度 使得国民党内 贵系李宗仁 白冲喜 导奖派的决心更为坚定 1949年1月21日 蒋介石宣布下业 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而蒋介石 与司徒雷登的个人关系 也因政治原因而烟消云散 48年的12月份 蒋介石宣布林夫妇 也去做礼拜了 那么司徒雷登呢 就是恰恰也在 也来到凯歌堂 他试图想跟蒋介石 蒋介石谈什么 但是在做礼拜的时候 蒋介石没有理他 两个人也没有 据父亲国讲 两个人没有谈话 做好礼拜以后 蒋介石叹息了一声 跟司徒雷登握了一下手 两个人就分别了 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 1949年初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 古惧江北 南京岌岌可危 2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 国民党政府南欠广州 代总统李宗仁 会派外交部长叶公超 多次催促斯图雷登大事 尽快迁往广州 然而司徒雷登不至可否 司徒雷登在华50年中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自然希望 外交使团迁到广州去 这样就有助于保持他适当的地位 从技术角度上看 我们对此都有授权 是应该随着他去临时首都的 那么这个时候 蒋介石隐退了 到奉化去了 那么李宗仁做代总统了 那作为美国大使呢 司徒雷登呢 是理所当然的 跟李宗仁有了很多密集结束 1949年3月 代总统李宗仁 要求司徒雷登在大使馆 为他举行一个茶话会 邀请几个大国的大使参加 司徒雷登照办了 然而 当李宗仁痛陈了当前 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困境 希望这些大国政府 发表一个支援国民政府的声明时 他失望了 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我此地就座之后 我一直盯着司徒大使 希望他能支持我的建议 谁知司徒此时 却使出一般政客的滑头办法 他避开我的眼光 转向英国大使 要英国大使 为他们三人代致达词 英大使乃起立略说术语 用词极为审慎 而不拙边际 把我所说的各项问题 都含糊过去 这便使我想到西方列强 对中国政府之崩溃 是决定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了 司徒雷登知道 蒋介石虽然下业 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 继续操控政权 带总统李宗仁 推动话将而至的国共和谈 毫无希望 眼看国民党政权大事已去 司徒雷登 给美国国务院 撰写秘密报告 要求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直接接触 跟美国国务院和白宫 介绍他的意见 还是准备怎么样承认 中国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研究并确定了 美国的当前目标 美国政界称之为 摆脱蒋政权的 脱身政策 当时美国已经采取一种脱身政策 看见国民党军败如山倒 你再用多少美元 多少军事援助去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已经没有战胜的希望 3月10日 美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 要求与共产党高层 接近的计划 有些美国国务院的人 会幻想 毛泽东 不会听斯大林的话 或者是变成耳后的铁托 南斯拉夫的铁托 就是 致共产国际于度外 1949年4月23日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大公报》在第一章第二版显著位置 刊登了一条大幅字体的消息 对于中国局势 杜鲁门态度兼默 然而 就在这一版中间位置 却用很小的字体 登载了一条消息 政府赴外交团签会 船曾经开会局 仍流金 当时 许多驻华使馆 包括苏联使馆 都已经随国民党政府 迁往广州 美国驻华使馆的多数人 也主张随策 也主张随签广州 然而 司徒雷登大使却选择留在南京 只有司徒雷登没有动 为什么 想跟中共建立联系 美国的政策呢 战后是美苏抗衡 美国担心 大量援助李宗仁新政府 甚至可能出动军队和战机 在长江维持一个划疆而至的局面 它需要了解美国的对话动向 也正在考虑新政权 对美对苏政策 南京一解放 经周恩来的安排 出身于燕京大学的黄华 前往南京 任外事处处长 司徒雷登当然记得自己的学生黄华 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他曾经在马歇尔将军使团 在北平设立的机构 军条处执行部工作 他在那时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 但个人对我很友好 鉴于他的地位 鉴于共产党反对美国的路线 我就不知道黄华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司徒雷登知道 中共方面有许多燕大学生 司徒本人与毛泽东有过接触 与周恩来更是打过不少交道 他希望运用个人影响力 尝试与中共接触 黄华到达南京后不久 就接到了司徒雷登私人秘书 傅景波的电话 表示司徒雷登大使 希望与他面谈 这个黄华就以个人的身份 就去拜见那个司徒雷登 那么司徒雷登 和司徒雷登见了面以后 就讲起来了 美国方面 希望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 希望中国新的政权 能够在建立新政府的时候 到吸收一些民主人士 黄华在亲历与建文中写道 当时我在南京军管会 任外设处处长 奉中央命令通知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 独日将进攻该市 请美军撤走 他答应转报有关当局 那个之后呢 过几天 那个傅景波就来看黄华 这个传达了美国方面的 一个回答 就说将来在你们的部队 进到青岛之前几个小时 美国的军队就会撤离青岛 不仅如此 司徒雷登当面向黄华 举下了更多的承诺 你们呢将来打到什么地方 我们呢一定在那个之前 把美国军队撤走 中国已经不是 美国海军的中心了 这个是黄华了解到的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信息 在多次和黄华的交谈中 司徒雷登表达了希望 前往北平 与共产党高层见面的意愿 1949年6月 司徒雷登收到了 来自北平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毛泽东 委托燕京大学校长 物质猥胁的 信中内容是邀请司徒雷登 以前校长的身份 访问燕大 6月28日黄华前去造访 司徒雷登 告诉他回燕京大学时 可安排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 这是司徒雷登等待已久的消息 随即他向美国国务院去电 请示被上 此时美国国会就对华政策 正在进行辩论 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声音 双方当时都在试探 美国政府也好 司徒雷登也好 中共也好 中共领导人也好 都是在试探这方面 但是双方的底线还是有的 你让中共放弃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 去跟美国建立 不可能的 1949年6月30日 就在司徒雷登等待华盛顿 批准他北上请求的时候 毛泽东发表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 以苏联为首的 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真正的友谊的援助 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 一方面去找 美国政府认为 这是一个明确表示 中共要与苏联站在一起的宣言 7月2日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 电告司徒雷登 不得以任何名义去北平 并要求他 7月25日前反美 其实毛泽东的表态是政治性的 毛泽东曾通过民主人士陈敏书 给司徒雷登传过话 政治上必须严肃 经济上是可以做生意的 说好的 司徒雷登 以这个会严大 看望老师给学生为民 这个 用这个给中国打关系 而且州中也毛主席同意 如果难搞成了 不一样 1949年8月2日清晨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默默地收拾着行李 准备撤离 司徒雷当时就站在这个地方 然后看着这个阳台 看着这个阳台上 看着下面的这个工作人员 把这个文件 他自己个人私人物件 这个陆续搬出去 他当时站在这儿 他这个心情非常的复杂 因为这个 他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这些人 谢谢你 这个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